你一定要记住啊 很多人还是天真的以为 香菜师傅的薄焦鱼头是蒸出来的 那你可就不过 今天这个做法 你们肯定没见过 而且还更好吃 蒸鱼头要注意个细节 黑色的黏液特别腥 要刮洗干净 新鲜的鱼头是不需要腌制的 持续和我这样放葱姜 和少许的盐 化成淡盐水 给它浸泡20分钟 这样泡过淡盐水的鱼头 鱼肉更鲜美 每天给你们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放一勺生抽提鲜 料酒去腥 蒸鱼头 我喜欢用这款 调制好的剁椒酱 这个酱是用新鲜的剁辣椒 生姜大蒜 用低油温熬是好的 还可以用它来做剁椒排骨 剁椒山芋 也非常的好吃入味 汽油烧锅 爆香葱姜蒜蒜 放点老婆喜欢吃的清蒸锅 再把鱼头整齐的铺上去 加一瓶中秋节没喝完的半瓶啤酒 去腥增香 后上盖子 大火蒸汽8分钟 有条件的可以撒顶红花增香 这样做的剁椒鱼头 鱼肉鲜呢 香辣有味 喜欢呢 赶紧去做 还记得吗 赶紧去烈